這段影片要簡單和大家分享 如何檢查自己手機上是否有付費訂閱項目 和如何取消訂閱 如果你想要取消APP訂閱的話 絕對不是按住APP不動進入編輯模式 然後直接點擊XX刪除 直接刪除APP 這樣訂閱還是沒有取消 每個月還是會自動扣款 需要自己到設定裡取消訂閱才行 現在的APP 幾乎都是採用免費下載 但是內提供APP內購買 就是付費購買寶石點數 或是一些 遊戲關卡之類的 都是先免費下載但是 還要付費訂閱 尤其現在最近蠻紅的 一個叫什麼FaceApp 就是變老的APP 它的付費項目很可怕喔 每個月3.99 一年19.99 一年19.99 永久使用是39.99 就是如果你沒有取消訂閱的話 你可能會收到 1200的那個 帳單 如果你不自已手動取消訂閱的話 它是會自動扣款的 如果你想要取消訂閱的話 如果你想要取消訂閱的話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到 App Store裡面 點擊自己 右上角 自己的頭像 然後進入 管理訂閱項目 像我是沒有訂閱 所以它沒有任何訂閱項目 你也可以到設定 最上方自己的頭像 然後點擊 iTunes App Store 然後點擊自己的帳號 然後檢視Apple ID 一樣能查詢自己的訂閱項目 如果你有訂閱的話 這裡面就可以取消 如果你是想 哀靠 想要降級的話 也是在這邊 管理儲存空間 像我是訂閱 每個月50G的方案是30塊 你可以變更自己的儲存空間 進去裡面你就可以 像是我目前的方案是50G 你也可以升級到200G或2TB 或是你也可以降機 都可以